台股昨天是开低也走低 电子金融全职股双双走弱 传产股当中只有生计医疗股是逆势上扬的 吞讯师杨金峰建议 目前在传产部分 他比较看好的是越南概念股的表现空间 尤其是纺织 制鞋以及运动诱品为主 更多内容我们来看今天经济日报的就事论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